台风快报 20号台风 马脑的胚胎98W 由热带扰动转为低气压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竹千辛 欢迎收看竹千辛看气象 气象看竹千辛 目前98W的位置是在关岛的西方420公里的地方 也就是北纬12度 东京140度的地方 它的中心气压有10800百帕 目前它的时速是每秒15公尺 它大概有7级风啊 它的最大风速是每秒23公尺 10级风呢 因为受太平洋环流的带动 以及99W所产生的藤原效应 方向上一度由西北转西南啊 前进了24小时 它目前已经调微往西北方向 但是它的速度已经加快了很多啊 它的最大风速可以达到每秒30公里 属于11级 已经可以成为一个正式的台风 未来的趋势啊 98W 它的中间时速是35公里 但是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 向西北方向进行 它正在行进的方向 也是朝西北方向向日本以东的海域前进了 大概在27号的时候 会形成一个正式成为 20号台风玛瑙 到底98W 是不是如我们预测的会在27号的时候 形成为一个台风玛瑙呢 请继续收看 逐千辛看气象 气象看足千辛 下期见